今次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搭英航由香港去伦敦的经验 特别就会讲一下去到希斯路机场的时候入境有什么手续 租车是怎么样 另外也会分享一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出境的情况 这一天就是平日的晚上8点钟 我们看一下郭泰和英航有什么分别 因为主要非伦敦直行都是这两家航空公司的 现在看到郭泰櫺位都排了很多人 不过他应该不只是非伦敦 他有其他航点的 而那天是中秋节的前夕 可能特别多人都不定 再来这边就是英航的贵位 英航这个应该只是非伦敦 不过差不多时间 即11点多的时候就会有两班机 那天我们排了一小时才可以讨运到行李 反而去到安检那里就不是特别多人 应该十几分钟都搞定了 登机闸口很近的 不需要坐接宝车 那天大概十点半之后 我们就去登机闸口了 那我们就发觉都很多人的 因为它是跟差不多差十分钟的时间 就有两班机的 那我们就搭迟十分钟的班机 听地勤说今天班机都很爆 不过似乎这台机就很旧 你看看我这个电视架是懒的 然后USB的插头是松 是用不了的 后来听朋友说 原来第二班机是多数都用旧机的 所以大家订阅的时候 就应该订阅早一点的班机 那来到晚餐的时间了 那我们就叫了特别餐的 是低胆固醇或者低卡路里 刚才我吃了这个沙律了 是有一块鸡胸 没有味的不过 接着这个主菜呢 还难吃 那块原来不是鱼来的 是瘦肉 好像煲汤瘦肉那么干 还要很硬的 蔬菜都是没有味的 整餐最好吃的应该是这个生果 要好好珍惜这三角生果 下次我还是叫生果餐好一点 临楼机之前两个钟 我们就吃早餐了 那这个呢 都是低卡路里餐 那我们开来看看有什么吃先早餐 那有薯仔炒蛋白 还有有点蔬菜 我们在飞机上面都睡得了 就不算是很辛苦 不过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有点点窄 不过经济仓是这样的 要省钱就没办法了 机器也算准时到的 不过它碰了地之后 都搞了一大烂餐才可以下机 下机呢 注意就要走这条楼梯下去搭巴士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很重的手提行李就要注意了 这个巴士都要搭6-7分钟的 那它走出去的路有点像出了机场那样的 因为不知为什么会见到交通椅子 很搞笑 那去到特朗路的时候呢 其实走1分钟左右就会去到入境的地方了 那算很快 其实基本上都不需要怎么走 那它入境的过程呢 绝对可以说是极速的 因为呢 你去到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排队的 按自己的素眠本护照呢 那就过了关了 而手指毛都不用打 所以全程呢 只可以说是用了两分钟而已 反而呢 在去到等行李那里呢 就用了很长时间了 我想等了整半个小时都有 接着呢 我们就要搭接驳车呢 去另一个特朗路里拿车了 其实呢 上网乘车的时候呢 我们是想选这个特朗路里拿车的 不知为什么呢 它怎么都指回我去另一个特朗路 那没办法啦 那我们就搭接驳车过去啦 来到这个位置 黑黑黑黑 不知道是不是根本这个特朗路 暂时就不提供租车服务呢 如果知道的网友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大家听听 那这里有个箭嘴 写着train的位置呢 那就是搭回那些接驳车呢 可以去其他特朗路里 或者出市中心的 穿过了这道门之后呢 就靠左手边呢 就会见到有架电梯呢 可以搭下去月台的 那去到这个位呢 就记得在那些自助机里 拿回一张免费的票 那就可以不用钱呢 可以搭去其他特朗路里的了 那张票呢 就会写明你 可以怎样搭去其他特朗路里的啦 那大概都是几分钟的车程而已 那由这个位置呢 还要再走多十几分钟呢 才去到租车公司的 那个占博车的巴士站 那所以如果下次大家要来租车的话呢 那都要雨淋一点时间啦 基本上所有租车公司呢 那个接驳车的站头 都是在这个位置的啦 那些车都很远的 我见几分钟都有的 那大概搭了十几分钟之后呢 就会来到真正租车的位置啦 如果有会员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排一条快线啦 那如果不是呢 排正常队呢 又未至于说很长龙的 职员呢 就会印回一张纸给你 显示辆车本身有什么损伤啦 和你的服务是包边的啊 多少钱啦 那最后呢 就会告诉你 让你知道辆车是在哪里的 那见到辆车之后呢 你就再验下有没有其他损伤啦 如果有问题呢 就可以在出门的时候 跟职员讲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开车的啦 跟着下来呢 我们就讲下 由伦敦飞香港的情况啦 我们呢 这次就订了车呢 来到这个 Torinal 5了 那呢 那个是可以 预先一天订的 那 车费呢 就是67磅 那就视乎地区 看有多远啦 那我们呢 就坐了 大概45分钟 那 进到Torinal 5呢 那我们现在呢 看下 那个 那个 Counter是哪个先 D F都可以 OK 见到D了 那这儿呢 就是Job行李的地方 基本上都不用排队的 这儿 这儿寄行李都是自助的 那你拿着登机证 去掃描呢 那就可以做到的了 那但是呢 工作人员都会来来 帮你查一下证件 那样啦 印好个行李后呢 之后呢 都是自己贴上去 那件行李里的 他这个画面呢 也有教你怎么做的 因为呢 我们的行李呢 有少少超重 那他还会印多个 橙色牌呢 叫你贴在行李上面的 的 寄完之后呢 他还会出一张 收据给你的 那这张收据呢 就要自己保持好了 因为呢 到时去到目的地 如果不见了行李的话呢 就需要拿回这张收据 去找回人帮忙啦 那继续行李之后呢 我们就顺着 走回向前 如果大家要帮个行李包补先纸 又或者需要买多个行李的话呢 就可以来到这间店里做 那这里呢 还有讲 保安检的地方呢 是不是很多人 这样的 岩北两边都差不多的 那在这个位置呢 大家如果有水的那些 就要搞定它 那我就过去 那接着就过去了 那这个保安检的位置呢 其实完全不用排队的 真的 我觉得就 都不用预备那么多时间来机场 不过 既然早了来 那我可以下去看一些店铺 吃了晚上饭先啦 因为我们呢 还要 我们大概九点钟上机呢 那就要搭多十几个小时 到香港的时候呢 已经下午四五点了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要找下 那个Bording Gate 在哪 我也不知道 其实 这边呢 这边呢 它全部Bording Gate都是向左走的 呃 水啊 也可以在那里买 我想喝果汁 然后这里呢 就有 呃 一些免税店那些了 哦 到19点40分才会展示Bording Gate 所以都不用那么早去 哎呀 那这次呢 我其实呢 没有出到伦敦市啊 时间关系 那呃 这里呢 就有Horos 如果有人好像我那样 呢 想买Horos的手信呢 就可以在机场买了 其实它是一间百货公司来的 呃 都会有些人去看看的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一样都有那间 呃 便利店 即是雜货店 什么都可以买的 那呃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餐 咦 都有MewD 哦 一个Sandwich 再加一个Drink 再加一个Snack 那我其实买相机都对 跟着纪念品呢 这间都可以买了 其实我觉得这间真的不错 价钱合理 这边呢 有个 呃 有得吃Burger 呃 呃 喝东西的地方 都有 Cocktails都有 Smoothies都有 那前面呢 还有一间是 Harry Potter 的 那如果 呢 要fancy 的话呢 我想也想进去 看看 不过我就 对 衣衣那些都有 杯啊 都有 这间呢 都是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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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邊,我們都差不多走到盡頭了 跟大家看完有什麼店舖 之後我們都會找地方,休息一下,買點東西吃,等上機 今次我們的Bording Gaze 就在B43 好像就要搭接駁車去Gage 現在就走過去,我猜好像Train那樣 我們BGaze就是第一個站下車的 這裡都很安全的,那些車會有安件 上去,檢查完OK才讓你上車 出到這裡,上樓上應該是Bording Gaze 來到這裡,再向前走就是Bording Gaze 原來來到這裡,也有那間賣美食店的 我已經吃了 但是這些店舖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收光了 這邊還有一些免稅店 好像就靜一點 我猜大部分人都在Security 出完那個位置之後賣光了 這裡還有一些紀念品,不過很少款間 好,這裡到Bording Gaze了,我們放了一些東西 我們去洗手間就準備上飛機了 這個時間大家都差不多上飛機了 今天這班飛機都是充滿的 我聽到旁邊的那個人說 他原先是訂P-E的 但是他因為沒有空間 他都要退到Economy了 然後呢,這個餐前小吃呢 就是這個脆餅 那旁邊呢,就點了一個Gene Tonic 那個Gene呢 是Q版很有趣的 趁到7點多的時候 就早餐時間了 即是我說已經到時間7點多了 那我這個也是在Spanish Real Week 那我先看看 裡面呢,有個回家有麵 另外呢,就有個開心果蛋糕 還有有少少生果 我們剛剛就來到香港了 機器都準時的 機器在停機坪那裡 兜了一會兒之後呢 我們就下機了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 下午的4點半 那我們出去看看機場 是不是很快的 明天拿行李日帶就是8號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就差不多到入境的位置了 那呢 那呢 我看到旁邊呢 都有一些 好像一竹麵那樣的餐飲 那現在來到 過關的位置呢 如果 大家是有香港身份證的呢 那就可以自助過關的 那如果是拿護照的話呢 那就應該要去櫃檯那裡做了 我好少呢 在下午機回香港的 那原來機場都很多人下回家 那呢 我們現在就等的行李來了 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我既然行李都算出得遲 現在才拿齊的行李 出去接機大堂的時候呢 就看一下大家要搭什麼交通工具了 如果是選擇機場快線的呢 就這裡走過去 那預先買票又可以 或者呢 在出閘的時候用八達通都可以 如果不選擇機場快線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選擇巴士 或者的士 那在這個位置呢 如果選擇巴士的朋友 就轉右 選擇的士呢 就轉左 我都沒有試過在這個時間 搭的士 不知道會不會很多人排隊呢 原來這裡會寫完呢 大概等多久 原來都是一兩分鐘而已 那就是不用等了 那呢 如果去香港和九龍的朋友呢 就應該選擇紅色的士的 原來這個時間搭的士 還在小人的夜晚呢 如果大家很久沒來過香港的話 就要注意了 香港的過海隧道三條的收費呢 其實現在已經統一了了 那單程呢 的士就是收25元的 那通常附加費都是收雙程 那所以呢就是50元 如果喜歡今次的分享 記得點讚訂閱分享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